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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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另外他呢就是说表现出他是关心美国人民的 他说过去像深层政府啊 他们有很多的资金 大量资金呢都没有用在美国人身上 都用到海外去了 比方说他列举了很多的国家 甚至呢有一些叫非法的移民 没有身份人呢 他们得到的政府的补贴多于美国人 因此他这个主要的 他是希望能够提高给美国人的基本的一个生活补贴 所以整个内容就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川普他没有放弃最终为争取胜利而做的努力 第二他也是向美国人民表示出 他的整个的执政的方案是以美国人为中心 也就是说美国优先还是他原来那口号 但是呢有一些政府的机构 他是没有办法控制到的 那些资金呢大量都去了一些不该去的地方 这是他唯一能够表示出来的 我看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这样 后续还有什么是 后续还有什么发展呢 我们再陆续和大家汇报 好今天说到这 谢谢大家再见 我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